看看新闻榜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古老的国家 深夜里的人来侵犯 炸药包埋在春夏 当火索已忽忽燃烧 炸药包烟可要爆炸 突然间出现个男孩 他撒鸟熄灭了火花 小男孩大喊大叫 为兵们拼命刺杀 侵略者终于被赶走 男孩却永远倒下 我已经青年撒鸟的男孩 往城上书记了投降 全世界都来认战呀 因为他爱他的国家 因为他爱他的国家 concerning自己他 而是赞 商学 MARK 同时他们在家 战裟